为了好南导官的计划可以渐渐的生活化 并且为民众生活当中也会当中适用的物品 关于之前是建立到文建会的保障 提供计划作业商品的开发 现在为民当中各行的地区創作品 就是文化教委託大学生 以作业所演化出来的商品 艺术学系及工业设计的这些大学生 这些年轻学子们 他们以无限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及构思 还有他们的求心求变跟创意这样的一个精神 来发挥巧思跟创意 那这次我们从30多名的学子里面 经过三个多月的一个脑力激荡 终于在最后有了30多件的这样的作品出炉 这次的这间的商品开发竞争当中 并先认识如果选出各个作品来作为友善 并为了和南导官民也会等来 分享到这些很有創意的地区品 部法教特别安排在技术家资料馆来电视 教授与收藏也欢迎民众的当前往参观行商 主艺是我们南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希望爱好这样的一些主艺的朋友们 可以利用这次的时间 可以来到我们艺术家资料馆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历届还有我们这一次 这样的一个创意主艺产品设计 制作的一个成果发表 不管是这边安全帽也是划属作等 真新划划也真实用的这边用品 先说从以前的当代表好看的地区品 也会变成新划用品 关国文化教也欢迎民众 会当在12月13日前前 整公司的苏家资料馆 兴兴着减计美感和实用性的地区創作品 既成金粉串 彩虹报道